如果只有2000多的预算又想要超级超级快充 想要不错的质感 而且广域的超声波指纹解锁 三星顶级的2K16屏幕 我觉得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的 就是这个iQOO 11 Pro 这个是16加512GB大内存的 骁龙8更热的处理器 而且而且它还支持50W的无线充电 在28张咱们就可以出 在这个价位对于现在的终端机来说 这个优势是非常强的 以上的配置基本上都能秒 现在终端新机 所以在这个价位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推荐的 尽管它只是iQOO的品牌 就是Vivo旗下的一个品牌 但是它作为iQOO的旗舰 配置跟Vivo老大哥 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 唯一一个比较大区别 可能就影像没有这么极致 但是有自然影像V2芯片的加持 其实这个影像也是非常够用的 放在现在终端机 也是比得上 现在终端新机的一个水准的 甚至还要更好 而且这个质感刚也说了 还有这些外围的配置 都是现在终端机想都不要想的 所以这种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 在这个价位是非常具有性价比 而且Vivo这个系统 也是非常流畅的 应该是国产第一梯队都没什么问题 极点极开 而且这个动画做得非常舒服的 非常舒服 所以如果你是懂这种参数 懂这种手机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 而且它的双羊跟X轴的线性马达 其他方面的话 都是非常旗舰非常定的 唯一一个大的遗憾 就是影像没那么顶 因为它之前卖价 这个配置是5999 是6000块钱的一个价格 一个售价 所以在这个价格的话 但是对于现在二手来说的话 它就一切都变得非常香了 因为除了影像没那么极致 其他方面基本上都是非常极致的 甚至像这些外围的配置 比现在的5、6000、6、7000的机器 都还要更好 这些基本上都是绝技的 不知道如果是你有这个预算 你会怎么选呢